孙殿英炸开慈禧幕后 放着珠宝不动 为何急着扒下慈禧的衣服 慈禧灵幕被盗在当时可谓是轰动一时 罪魁祸首便是明目张胆的盗墓大贼孙殿英 可孙殿英走进慈禧灵幕后 做的第一件事让在场的所有人都傻眼了 因为他竟直接脱下了慈禧的贴身裤子 先来说一说盗墓大贼孙殿英这个人 孙殿英出生于河南 父母都是农民 在孙殿英小的时候 父亲因为行侠仗义被抓入狱中 最后被折磨至死 而小小的孙殿英也像他父亲一样 是一个拥有侠肝一板的人 随着年龄不断增长 加上社会压力不断增加 孙殿英立马成为了众人之中的佼佼者 还创办了自己的军团 一开始孙殿英的军团势力很小 可要想有权力和地位 就必须要扩充军队 但前提是一定要有经济基础 所以眼下最令人发愁的便是钱财问题 直到有一天 孙殿英听说清零 就在自己所驻守方位的附近 他一听到这个消息立马喜笑颜开 他心想 只要将黄陵中的金银财宝给盗取 那么钱的问题就彻底解决了 他思来想去 觉得陪葬品最多的肯定是慈禧 于是他决定到慈禧陵墓 在有了目标以后 他便开始制定计划 首先他利用职位之变 制造要军事演习的假象 随后找专业人士 来勘察慈禧陵墓的具体位置 最后支开看守人员 在周围布上炸药 决定用最简单粗暴的方式进入陵墓中 万事俱备 只欠东风 孙殿英炸开慈禧墓后 放着珠宝不动 为何急着扒下慈禧的衣服 1928年 一个夜深人静的夜晚 孙殿英指挥众人炸开了慈禧的陵墓 当时爆炸声震耳欲聋 此时陵墓很快被炸出一个大口子 大家在进来之前也会想过 这里面肯定有许多金银财宝 可当他们进入陵墓的时候 还是被眼前看到的一幕深深震撼 因为里面就像皇宫一样富丽堂皇 建筑上还镶嵌着宝石和黄金 每一根小小柱子上都刻了雕花 可见慈禧生前为了打造这个陵墓 花了多少精力和心血 可以说里面的珍宝 随便拿出一件去外面卖 都可以让人一辈子衣食无忧 孙殿英走进陵墓以后 仔细欣赏了一番 于是命令手下将这些宝物批量运走 而孙殿英在观察的过程中 突然看到了慈禧的的棺果 于是便让手下开棺 正常情况下 盗墓是不被允许开棺的 可要知道这个棺里躺着的可是慈禧 说不定里面还有多少金银珍宝呢 就这样 大伙打开了棺 可棺里的一幕又让大家震惊得合不拢嘴 因为慈禧去世了这么多年 尸体竟然还没有腐烂 里面的陪葬物更是价值连城 当然 孙殿英一样都没有放过 由于慈禧灵墓里的宝藏实在是太多了 运输出去都花了好几天的时间 后来有人统计了孙殿英带出的这些财宝 竟然相当于我们现在人民币40亿 就这样 孙殿英将这些价值连城的宝物 全都搬空了 而他在获得这些钱财以后 解决了所有的问题 民生更是大阵四方 民间都在流传他盗墓的世界 之后 负责陵墓的官员们跑来善后 可没有想到眼前一片狼藉 孙殿英炸开慈禧幕后 放着珠宝不动 为何急着扒下慈禧的衣服 一走进陵墓 眼前的景象更是骇人 本应该躺在棺材里的慈禧尸体 竟被随意丢到棺盖上 尸体是趴着的 面色蜡黄 牙齿外落 牙齿和指甲都被撬断了 而更让人匪琐思的是 慈禧身上的裤子也不翼而非了 要知道慈禧生前 可是非常注重外表容貌的人 当时他还有一个专属的化妆室 里面有各种各样的镜子 每一种镜子的功能都不一样 他很喜欢用化妆品 尤其是进口的化妆品 因为他觉得使用外国货 可以让他的肌肤变得更加细腻 容貌更加年轻 除了化妆 慈禧还喜欢梳各式各样的发型 保持头发的光泽 他甚至还用进口洗发水 让他的头发更加柔软 他经常会穿着华丽的服装 这些服装全都是由裁缝精心设计的 可是谁又能想到 生前这么注重形象外表的慈禧 在死后竟然会如此狼狈 还展现在世人眼前 裤子都被脱掉了 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 慈禧灵墓里不仅是他的金银财宝之前 他身上的衣物更是价值连城 据说他衣服上每一根线都掺杂着金丝 凤冠上的珍珠一颗就高达上一元 在这样的诱惑下怎么可能不动心 所以由此可见 孙电英在打开慈禧关以后 立马扒了他的裤子 并不是因为报复 也不是因为侮辱他 只是单纯因为钱财罢了 最后 慈禧耗费一生精力打造这样奢华的灵墓 本以为自己死后可以在极乐世界 过上和生前一样奢靡的生活 可没有想到结果会如此狼狈凄惨 感谢观看